订阅和点赞 记得按一下哦 朋友们大家好 幸运姜依的姜依哦 今天呢姜依我来到了乐高的总部丹麦比龙 制造乐高积木的工厂哦 朋友们是不是也十分好奇 乐高积木是怎么做成的呢 那就和姜依一起来看看吧 GOGO 朋友们这上面的单卖语就是 不求最大只求最好的意思哦 乐高的创始人把这句话定为公司的宗旨 是因为他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安全地玩乐高玩具 所以做出最好品质的 于是他把这句话搁在这里了 那么和姜依一起进工厂里面去看看吧 GOGO 朋友们姜依发现这里有制作乐高的原料哦 哇你们看透明原料里面掺杂了一些其他原料的原料 这是为了让我们朋友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才掺到透明的原料里面的哦 哇就是这些小小的颗粒经过加工 然后做成我们熟悉的乐高积木玩具哦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哦 朋友们工厂大概有500米哦 其中这里呢就是工厂的中心位置哦 将一在的这个中心地 可以看到乐高积木的原料桶 这里面分别装着白色黑色灰色蓝色橙色和黄色的塑料桶哦 之前呢是笨颜色来保管这些原料的 但现在像这样只保管透明的塑料楼 然后下面这里呢放着一些特殊的染料 它们呢像这样单独保管的哦 哦这里真的好有趣哦 而且呢朋友们看上面的话能看到利用轨道运输这箱子哦 从左边移动到右边的箱子里面是装满原料的箱子 然后呢相反从右边到左边移动的箱子里面是空洞 朋友们你们看这里有超级有趣的机械手 哇这里有像手指一样的机械手哦 这两个机械手正在杀洗乐高包装和盖哦 这两个机械手是不是动得非常快啊 哇好多的合作 朋友们你们看 真的啊 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听说这个机械手还可以跳舞呢 那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了 朋友们跟我来 来看这里的话 有两个按钮在这里 分别是红色和白色按钮 按红色按钮的话机器就会停哦 所以绝对不可以按 好那么来按白色按钮看看吧 叮咚 怎么贴到一起了 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是在握手吗 哦转过来了 你好 哦你看他们在打招呼呢 哦你好 啊像这样 舞蹈结束了 就会重新开始工作咯 哦这两个机械手真的好勤奋哦 非常认真的工作呢 朋友们江一呢现在来到了制作乐高积木小块的生产现场房哦 这里面呢一共有64台机器哦 这些机器每秒总共可以生产出1350个塑料积木 那么我们就去看看这些机器在生产哪些形状的积木吧 咻 朋友们现在机器们正在用塑料原料生产出积木小块哦 哇 江一也是第一次看到原来乐高积木是这样做成的 那接下来朋友们你们看 这上面像这样 有一个会发出提示音的警报器哦 变成成色的灯以后就会发出必用必用的声音 那么自动运输的车辆就会过来 换走这个装满积木的箱子哦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哦 朋友们这里呢就是保管制作乐高塑料积木以后所剩下的塑料的地方哦 他们不会扔掉这些材料而是回收利用 把这些剩下的塑料送到那些需要很多塑料的公司里去 这里这是一点都不浪费哦 朋友们这里是保管制作完成的乐高塑料积木的储存仓库哦 听说这里呢大概保管了大约有42万种不同类型的积木小块哦 如果哪个国家需要积木的话 他们就会从这里找到那个积木 然后发送出去哦 朋友们储存室是不是有点暗呢 因为这里面平时通常没有人会在这里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是用机器人来操作的 所以没有人会进来 但是呢 为了看清里面就让江一来开一下灯吧 开灯 朋友们你们看 那么现在搬运机器正在不停地移动 认真的工作呢 像这样找出需要发送的积木 搬运机器拿出来放进去 支持智能的机器哦 今天呢江一来参观了丹麦乐高工厂 朋友们怎么样看得开心吗 那么江一下次回到更有趣的视频回来哦 朋友们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